大家當是笑了就看他啦 大家輕鬆一點啦 不要這麼緊張去看他這個什麼 李家超那個什麼的懲罰又 就是他怎麼樣去對香港 就是香港現在你說香港還有一塊嗎? 我真的未必 我反而我覺得隨著這個 就是香港的北邊的人做事做風慢慢移到香港 就是香港是會迅速變成一個大陸的城市 就是徹底大陸化 更加一步大陸化 這樣香港的優勢只會越來越少 很多人說石禮哥你幾人有了 我真的很簡單說 你看看廣州就知道 廣州的官場有多少個真正的廣州人 你看到的 你要明白中國的南北的民族 那個思維方式 很簡單 你就這樣看回這個所謂的防疫政策 北方和南方已經不同了 已經不同了 就是這次 就是阿習大發火 其實他是很生氣 南方現在不聽他說話 但是南方是賺錢的 南方是賺錢的 香港都封了 那真是很大件事 那這個大件事可能都超過上海那樣 我這樣看的 北方人做事有一個很特色的 就是你告訴他 前面那些都是屎爺的 你提他的話 就正如我拋書包這樣說 曲特曬身就忘恩責 知道頭爛額子的徑培沒阻 就是你要提醒他 喂 前面那些都是屎爺的 你踩下去很嚴重的 沒用的 我喜歡踩 怎麼樣 條路應該直走的 就踩下去 踩下去 哎呀一腳都是 就是他要到那一刻 就是北到南牆頭不回 你撞到頭部血流 哎呀 但是你也不要提他 他也不會說 哎呀總之聽到社會歌說話 不愛 千萬不要這樣說 沒用的 他也認為 哎呀當日我出發點是對的嘛 這樣走步路我也想為 想為國家好 想為身體好 就是他就想不到一樣東西 你這樣直走的話 是對整個國家的經濟有幾大幾大的影響 因為你看到現在上海 都說去年唯獨一個上海 有GDP有盈餘 由他賺到錢來救其他地方的省份 上海這樣一崩 上海連這個賺錢的機會 即是生金蛋的機會都沒有了 那麼 接下來的大陸GDP必然會下跌的 就是你想 你想不到用什麼方法 可以提升GDP的 再加上你知道去年 很多行業受整頓什麼 電換行業 教培行業 網絡帶貨行業 全部打 喂 很痛快啊 一下就塑倒了 失業人數是拼命升的 再加上現在這個封城政策 那些外商投資 害怕的啊 害怕的啊 好像上海這樣一封 大家看來都是封上海 大家看不到一件事 原來很多貨物是集中在上海被扣留住 就是你沒有辦法出到來的 那些貨物進不去出不來 好了 那整個國家的經濟 是啊 我家廠是開的 但是那些生產原材料 還在上海的保稅倉庫 然後就都堵住了 出不來 那貨車進不去运不來 那我生產完貨物 我要運輸到美國 進不去上海 那請問 科娱論科倡旗留 才能夠賺錢 那你卡住了在上海 這樣你禍害了全國的經濟 影響了全國的經濟 這樣影響全國的經濟 中國歷史上會很容易有文變的 中国在伟大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 基本上产生民兵的机会就不高 就是他们太爱国 我相信上海现在所谓有些抵制的情绪 就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的影响 还有因为他们享受不了特权 就是当特权给他 你放心啊小哥你这家人保证 餐餐有大包吃 餐餐有菜吃 那我当然不做饭了 是不是 我还帮忙举报旁边的Lucy反动反中央 这几十年来的教育教育的中国人就是这样 这个是女孩悲哀吗 所以有些香港人说我现在这样 我应该关注一下 我就笑一笑 我就永远都是笑一笑 这个民族大家先看久一点 先看清楚一点 不要头脑发热 一股脑那样 有什么事就这样去冲过去 一定要他们彻底彻底的觉醒 彻底的觉醒 这个民族才有得救 否则是不容容的 现在今天上海人鼓噪生气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被卖 当然有一天说甜酒给回去的 少少权力 少少权力给回去的 那他们就松了 他们永远不会反思一个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做成这样 谁做成这样 什么政策导致这样 不会反省的 到他们有什么反省的 先讲下一步的事情 就是主权在民那些什么 就是现在讲这些 我觉得是Bullshit浪漏气 真是浪漏气 只不过在整个上海的封城过程里面 我觉得有些小故事挺好笑的 你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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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哪个 上海有个教授 福建大学教授 张维为 就是这个好红的教授 就是领导的小分红 坚持党中央 北边有胡锡进 南边有张维为 因为封城期间 他们上海人 就大家去组织 因为政策规定一定要团购 他们马上在微信组织 去抽团 集完一个团体 大家一起去订计 张维为都要订计 他在那个死区那里 结果被死区的人赶了出去 赶走 一进来马上其他人赶走 马上赶走 还在留言 留得很酸 张教授 你需要进我这个团 你们用 没有人给你 还有些还要命 张教授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团 没有狗粮 没有人的东西 没有出生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 上海人 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用一种抵抗的方式 是比较上 就是另类一些 就是 这件事其实是有一个好处的 是令到一些所谓的 这几年 那些战狼外交 小粉红这些人 就有一个反省 我反省是什么呢 没有事没有干 你帮执政党 明娥在那里 敲鞭鼓 好像说有些掌赏 有狗骨 赢得一阵子的掌声 但是当有事有干的时候 见你父母也保不住 更何方那种 就是可能会不会 我不要说可能 会不会导致 就是未来 就是当这一波的疫情 就是高温了之后 他们有一个什么想法 就是 喂 你还是做一个人了 就是不要 不要这样过太 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就是说一些人话 从而令到 就是 中国有第二波的 自由思想可不可以出来呢 这个要观察的 这个要观察的 但是现在就是言之过了 我就可能落判了一些 但是我觉得可以观察 但是不要落判断 就是这样 嗯 就是我们的话题 穿插了香港和大陆 常常说 现在李家超没有观治港 成为一个事实 那现在有些频道已经说 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正式就收去了 那现在就可能有些说 他一定要纳基本法23条 如果纳了基本法23条之后 整个会和你这样的评论 还行不行呢 香港的经济 又会 你刚刚说中国大陆的问题 大概是息息相关的 相连相扣连的 那现在看到金管局 已经做了一个防止 就是香港都被提出的 提出的系统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 你知道中共大陆又 为了经济会议 经济召开了几次的会议 听说都是担心 好像面对俄罗斯 这样的一个制裁 去到中共那边 资产被凍结 外资又用不了 听说全方人的讯息 其实中共这方面 其实都是出手抹茶的 那现在要派了一个黄旗衫 去到日本那裡 参加那个 就是南韓那个总统的 就职议释 其实这一连串的问题 尚义哥你肚肚不住 你让我们分析一下 你说香港的经济会 金融会不会受到冲击的影响 李家超做了之后 我相信不会 我相信真的不会 大家不要忘记 Tek出Swift系统 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中国现在是有百分 百分之三十几个外汇收益 是靠这个外贸 当它出了Swift系统 很老实说 就是做不到生意 跟外国做不到生意 跟外国做不到生意 对自己的经济有没有影响 你内存满 怎么怎么都密密 好 我给你内存满 请问你自己生产给阿迪那些车 你用不需要买晶片呢? 你晶片买不到 没人买给你的 那你的汽车就死了 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失业 就是内部的问题会很严重 这一点我觉得是太胆心 他还没至于去到这样 还有香港 为什么我经济不会说差得这么紧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香港是很多很多 红二代啊 官二代啊 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 大陆那些既得利益者 那些权贵 在香港都落账的 很多资产都在香港的 就是如果 你在香港是去到一个 六十区分那样 你说不管经济 香港都要跟大陆一起 这些人的利益会直接受影响 除非你北京 就像普京那样 就是对一些财罚啊 痛下手段 好像那六个俄罗斯天然气 石油系统 比如那几个死得不明不白 报清被自杀 又杀回家一家人 就是除非你敢这样做 但是当走到这一步的话 中国和俄罗斯很不同的 就是各个派系 都有不少的实力在大陆的里面 在党政军特里面都有的 那这样 不会像普京那样顺利 不会像普京那样顺利 就是如果去行这一套的话 所以我这样的判断就是 香港会不会 就是 被美国删掉了 因为删掉了 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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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大家想起来 就真的 啊 能够离开就离开了 我都说过 如果去到那一刻 就真的 警报警告 删掉了 删掉了 十步封球 已经是十步封球了 就是 SWIP的系统 大陆也不想 脱掉了这个系统 大家明白了 还有呢 外国尤其是美国 也不想制裁 对中国的制裁 像俄罗斯那样的制裁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不同 美国和欧洲呢 很多东西是靠中国这个便宜路 市场生产 现在没有那么容易拍 被告就能走光了 不可能 起码要六七年才能走光了 就是很多 民间生产 好像冷气机啊 风扇啊 一些民间日用品 其实很多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就是它这个市场呢 如果你一断的话呢 美国的经济也会受影响 就是当地的人 买 买开枕头啊 枕头套啊 就是他们那个 这十几二十年 就是从中共进了 九十年代 进了WTO之后 这三十年呢 非常依靠中国的 银价生产力 就是那个世界工厂 那样的角色 你一夜之间是不可能脱得那么快 俄罗斯 好像欧洲那样 他的天然气 那样 靠俄罗斯天然气 到现在你看 欧盟的斯洛伐克啊 匈牙利亚 都不赞成和俄罗斯 马上脱欧的天然气 道理一样而已嘛 他是天然气一样的 能源一样的 匈牙利亚都愿意用 你说俄罗斯用劳告找数 我就用劳告找数 就是同一个理由 就放在这个欧美 大家用开这样的交易 突然间你这样斩断的话 你本身受损 就等于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那样 你一不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啊大哥 那生产成本一声上 还有那些百姓 一个冬天的时候 那些燃料费那样 哇 暴增那样 推翻你政府有份的嘛 去你的国家 所以说 不用那么担心 SWIFT的系统会这么快 会脱落 不用那么担心 大家反而有几样东西 指标体 正如我所说的 第一个是美元 和港币还会不会过 还有没有港币发行呢 就是一旦断了美元的欧 就必然 冲击下一波 就是说 港元不用有 全部香港用人民币 是不是 就是你可以想象到 你那个玩法一定是这样的啦 如果不是你香港做哪有价值呢 但是香港到这样的一刻 就是说香港对外的全部都死了 那那些权贵是怎样去看呢 这个是其一啦 第二就是 这个 国股市 就是现在美国呢 一步一步在收紧 就是可行卫视 现在开始剔除了美国那儿 很多在美国上市的那些中资概念股呢 就逐步逐步移回香港 他为什么要移到香港 为什么不移到深圳 不移到上海呢 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而香港他都 其实他还是想 你用香港来吸金嘛 如果你用香港来吸金 那你就是说 你那个国安法23条也好 你不敢去 他写得太离谱嘛 就是这样说 大哥 我都欠金上海不得了 我是提出一些质疑 我是担心 我是邱国邱民而已 是不是 有民都不准 你一定要说好中央 说好中国 那我就不出声 那我可以不出声 是不是 我不出声 但是当全世界不出声的话 你猜 还有没有人 来香港玩股票呢 来香港玩投资呢 是不是 也都没可能的 这个 大家也都不用那么担心 更何况 我有些朋友 跟我说 其实 就是这两三个月 美国 有一家跟官方 非常关系密切的 就是从美国政府 非常密切关系的公司 其实增大了在香港的投资額 增大了的 就是其实 可以解释的是什么呢 中美之间的秘密在这里 在讲数目的 大家 大家谈好数目 这条街你不要过来 这条街不要过来 我给你继续赚钱 就是其实 美国也好 大陆也好 都希望你用香港玩澳门来赚钱 赚钱 不是要搞好它 总之这两个地方 用我们来赚钱 这两个出气口 正因为这样 一个得天独厚的 传统型的城市 的传统 香港就算有23条 我相信呢 都不会说 太离谱 就是说香港的金融 香港会怎么受冲击 香港会死 未必 真的未必 我看就未必 我希望 如果 但是问题就是 你知道的了 有时候 北京有时候 一些政策下来 就是 瘋了 香港的政策 那些政策 都不太多 那些政策 都不太多 那些政策 就是 什么东西都提升到 这个阶段 就是 文革 那你也没办法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如果 就是如果 就是有这样的一天 哎 香港总之不可以跟外面接触 外面接触 就等于卖国 那Lucy 我跟你都不敢胡说 起码我不敢胡说 是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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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观一点 不要这么多人忧天 就是 就是 太过悲观的话 对自己的身体不好 很容易生cancer 不好 就是 就是 有一件事就是兵来将党 用乐观的心情去面对悲劇 那你那个 你那个韌力呢 会久一点点的 还有容易 就是 等到见到曙光的 如果不是你 那样子又怕 那样子又怕 那你个人好像是屎的 不要 真的没有 没有什么必要 就是见到曙光之前 是不是躺平会好一些呢 安全一些呢 近来学得乌龟法啦 得缩头时就扯缩头 是非皆因就多开口 烦恼就只为强出头 就是这些我们古人的智慧啦 就是有些事情 我正如我也都 在这个节目和其他节目 不断地反复讲过 就凡人扯水三分话啦 以后 就是小心点 就是 就是 有国安法好 没有国安法好 有23年好 没有23年好 卖你那些出卖你那些 一定是你身边的人 也不要去怪他 就是在压力下来的话 你不交你身边的朋友出来呢 就是你是不是都是同党 那些人 没什么办法不贵你的啊 就是比你强他 你也会这样做啊 对不对 所以 你就唯有 不要令你的朋友难做 如何 不要令你的朋友难做呢 有任务在身边的朋友难做呢 就是出少一句聲音 凡事出去說 你現在說 1416做了特首 沒有 香港有希望 香港前途就說這些 我經常把那段片介紹給大家 記不記得央視 訪問一些廣州的觀眾 這場中國隊對其他的 球隊 一訪問他講廣東話的時候 爆了粗 你可不可以講普通話 一講普通話 中國隊已經在努力 踢得不錯 不是說這些話 這樣就是 做人兩個面孔 你想不想要命呢 你要命就一定要這樣 你沒辦法過 這個是一個 潮流來的時勢 你的時勢下來了 當一個黑暗的政治環境裡面 是一定會懲罰好人的 一定會懲罰的 那你何必讓他懲罰呢 就是說 你說不行 我堅持那些信念 你看到多少人在坐牢 這些就是堅持信念 這些是偉大 令人尊敬 但是這些叫傻瓜 令人尊敬的傻瓜 這個是很悲哀的 但是呢 大家要忍著一口氣 鬥長命 鬥長命 就是現在 很多個國際形勢的那個變化 就相識萬變 波核鬼變 大家 大家定一點去看 就無需要這麼輕易表態 多一點用耳朵 少一點用口 就是有空 就是聽一下歌 聽一下四位歌 聽一下Lucy 或者聽一些海外的媒體 還有我在這裡再說一次 再提醒大家一次 大家在23條之前 大家一定要打擊幾個VPN 幾個VPN 就要開始 就是 起碼你知道 是怎樣去玩VPN 怎樣去上VPN 玩熟了它先 玩熟了它先 就是你沒有VPN 你就接收不到外面的資訊 接收不到外面的資訊 就絕對影響你的判斷 你看一下 影響判斷多嚴重 你看俄羅斯就知道 沒有外面的判斷 結果搞到一團糟 你看這樣的烏克蘭 因為有英美的幫助 很多資訊給了它 結果俄羅斯 二十幾個將軍死了 死了十個了 這個就是 有資訊和沒有資訊的 最大分別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你無論怎樣 你一定要保持著 以充目明 就是你一定要和外面 有一定的很緊密的接觸 就馬上知道 發生著什麼事 就是自己選擇哪條路是安全的 帶你的你 或者你自己的家人 就先保護你自己的家人 這些我覺得才是一個 就是這種的時勢 一種處勢之道 嗯 所以我們的朋友 記住最後一句的鐘燕 多一點用耳朵 少一點用口 就是這個耳朵 多一點用耳朵 聽一下Lucy 聽一下Lucy看中國 聽一下社會歌說說說話 那就OK了 大家嘗試開心一下 大家輕輕鬆鬆 真的不要 不要 就是 切磋 你現在早上就死了 拿三條故事就死了 就是不要這樣 真是令到你個人的情緒很傷害的 你應該好像社會歌 剛剛開始的時候提大家 喂 你當你現在超級好 拍手了 我是開心的 為什麼呢 可以見未來五年很多少鳥 是不是 Lucy 今天剛剛當正這些鬆毛鬆逆 已經說香港已經是一個國家了 哇 大佬 有幾個少鳥 有幾個少鳥 就是啊 就是陸續有來 這些少鳥 再加上 那些任命那些人 那些三四十五十六局那些什麼人 陸續出來的話 我相信那些人都是人才仔仔的了 不斷有少鳥出來 大家看著那些少鳥 說花生笑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要令自己不開心 大家觀眾記住 不要令自己不開心 在這個黑暗的環境 就是有一套電影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一個美麗的傳說 就是說 在集中營裡面那個爸爸 整天哄那個年輕人 開心啊 其實做很多事啊 其實在集中營裡面 大家知道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會不會被人送進去讀戲室 不知道 希望他 給小哥一個希望 帶了希望 令他開心心 當然啦 故事最後的結果是悲哀 那個爸爸在解放之前 就是任何軍攻進去這個集中營之前 就被人送進去讀戲室 有他的兒子說回故事出來 這個我覺得 大家看著這些電影有些體會 就是一個大難的環境 很艱難的環境 就是現在李家超真的當選了啦 其實7月1號 中共的領導人 習近平 會來香港 又是出席他的就職儀式的喔 我覺得不會了 因為現在大陸那個疫情呢 很嚴重 非常嚴重 還有香港呢 還有香港呢 現在 現在下來的這兩個 過多月呢 現在的走勢呢 就是香港 林鄭還在操縱 說明啊 7月1號之前還在說話 似乎有一個趨勢呢 就是林鄭會繼續放 繼續放 就是挖掂 給他哄一下 阿超哥踩 只要他繼續放 那些人越享受得更多的自由的話 你香港人回頭 那個抵制情緒就更加大 在你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越開放的話呢 在中央林鄭人來說呢 他那個思維就說 喂大佬 你還有一個零月 你出來怎麼辦 總之不要出洽子就OK的啦 那很老實講 他來已經沒有意思 極其量 習近平去哪裡去深圳 不會來香港 我會覺得 去深圳就是監製 看你宣誓 就是了 極其量 因為香港是最主要的疫情 在大陸的眼中 北京的眼中 就是你不聽話 你控制不住 你不是行大陸那套 堅持動態清零的政策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習近平 就是為什麼要給香港面子 他頂多會去深圳極其量 極其量 就是香港我覺得 不可能 不會來 我的判斷就是不會來 嗯 其實他也都要很長時間 沒有出過過啦 習近平 所以今年的7月1號 有可能習近平 好像我和你這樣 視頻連線 監 監 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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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胡春華剛剛幾個小時前 他已經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說 堅持中央 擁戴中央的動態清零政策 胡春華都在廣州 第一書記 打一個 這樣這個下來了 你看到接下來這個禮拜就會出來 各省一把手 各個爭相表功的啦 什麼動態清零 一個就封城 一個封城 一個封城 全省都敢做出 大躍進的時候就是這樣 大躍進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說你那塊地 毛主席堅持說 這個 市工自給 一某地說 生產六萬某 毛主席說 這個有本事 哇 六萬某就是給毛主席賺 我這塊地是不是生產十萬某 哇 你十萬某 就這樣出來 啊 龍虛作解的東西就是這樣出來的啦 就是那些東西 就是 只要中央一聲令下 一聲令下 全國就殺了麻將 結果就是那些害蟲 害蟲啊 那些 出來了 啃食的那些農作物 結果就是 六十年代的大饑荒 所謂三年的自然災害 其實大家查回 那三年六零六一六二 根本就沒有災害 颱風也不嚴重 那何來的大饑荒呢 就是因為你 隨死害殺了麻將嘛 全國殺 報了麻將嘛 沒有那些天敵的話 那從來就搞到 協修了 國地協修 就餓死了幾千萬人 那這個情況 哇 當特近平一拍桌 一吹雞 一定要堅持 絕對清零 更加嚴厲 嚴苛的清零措施 必然在大陸那裡發生 而這些事情 極有可能 在香港會上演 當然 香港會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是 國際城市 香港好像搞到上海那樣 找個燒航機來 燒航看著大閘 不讓人出入的話 難道也是有些事情 難道也是有些事情 就是 大陸還可以這樣做 可以救那些警力去這樣做 香港就不夠 香港不夠的 嗯 嗯 那時候還有沒有什麼補充啊? 沒有啊 沒有補充了 今天講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了